范晨晨室内抽烟惹怒网友打脸粉丝 乖孩子人设崩塌 这个刚成年满一年的宝宝开始了吞云吐 通过画面我们能感受到他姿势无比的成熟与老脸 本来是一件阳光少年人设崩塌的小事 但可能因为是流量小声 微博上讨论度也太高了吧 看嘛,别人抽烟上热搜 你抽烟只能上厕所 有人认为范晨晨已经成年 身为明星压力很大 吸烟无可厚非 不必上纲上线 也有人说抽烟危害身体健康 且在公共环境抽烟是不尊重他人的行为 要脱粉 2018年范晨晨通过选秀综艺偶像练习生 以第三名的成绩正式出道 加入男子团体9% 而且粉丝此前还说过 范晨晨不抽烟不喝酒 是个十足的乖孩子 小趴姐觉得范晨晨抽烟其实并不是很大的问题 毕竟不管在小伙伴们心里 他多么的是个宝宝 也是个成年人了 抽烟很正常 范晨晨此番在室内抽烟 已经违反禁烟条令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